有人声称美国出台的全球基础设施伙伴关系倡议 叫PGII吧 说这是针对中国的一带一路的 我认为啊 这种说法是把经济问题政治化的又一个例证 其实短视的负面的也不会得到国际认同 不能把什么问题都政治化 不能换上政治化的狂想证 有人说彼此可以竞争 我们愿意从正面的角度来看待这个说法 当然竞争不应该是相互抵消 而应该是相互促进 我们不妨在国际上比一下 谁能为发展中国家建设更多的公路铁路桥梁 谁能为低收入国家老百姓建设更多的学校 医院 评众馆 我们有这个自信 我们也有这个底气